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focus的国际人物 您一定看过他的作品 89岁的哥伦比亚艺术大师叫菲尔南多·波特罗 他所有的这个风格都是圆滚滚的 不管是他的绘画或他的雕塑 被誉为是当代最重要的在世艺术家之一 他的动物 水果 乐器 人体 只要经过他的手都能够出现一种浑原的样态 这个体型饱满的艺术特色也被称为是波特罗风格 下面这是一个真实的纪录片 圆滚滚艺术家菲尔南多·波特罗 由他亲自解开魂园的秘密 他能够获得世界的认可 背后有他切而不舍的信念 还一直无止境地学习 来看他如何利用这种圆滚滚的艺术创作 成为这一代具象艺术的顶尖大师 无论人体 动物 水果 还是乐器 都能展现出圆润鲜艳的崭新样貌 这标志性的圆滚滚正是波特罗风格 南美艺术大师菲尔南多·波特罗 是世界知名现代艺术家 1932年生于哥伦比亚麦德林 无师自通的他 1952年在绘画大赛中拿到7000美元的奖金 获得赴西班牙流学的机会 在抽象主义当道的1960年代 波特罗的具象艺术被批评得体无完肤 虽然不被看好 但他坚持信念 波特罗认为艺术的目的是制造快乐 而饱满的视觉冲击能丰富感官体验 我并不认为艺术的女人 并不认为艺术的女人 我并不认为艺术的女人 并不认为艺术的物品 并不认为艺术的感觉 蒙娜丽莎在波特罗的笔下增胖 眼神不再神秘 反而流露和蔼窃息 如此接地气的风格 让波特罗逐渐闯出知名度 不过他没因此停下脚步 1972年 波特罗再度前往欧洲学习雕刻 融入他独特的魂园风格 打造巨大雕塑 1992年 波特罗获得法国政府 出界公共空间 成为第一位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 展出作品的在世艺术家 波特罗的作品从此横跨欧亚 和美洲大陆展出 影响力已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但尽管波特罗的作品已经极致辨识度 却鲜少有人知道它是如何确立圆满风格 因为这种影响是我的缺乏力 在录制的力量 而我认为可能能够成为 我们在找父亲的照片 这车转向我们 我记得它来像是被控制 波特罗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儿子 四岁时在车祸当中丧身 波特罗天天以泪洗面 把自己关进画室 画下一幅又一幅儿子的画像 不喜庆但也不阴郁的用色 是以温柔展现满满慈爱 他也借创作走过丧子之痛 成名之后 波特罗陆续将家中所有艺术收藏 通通捐赠给了家乡 哥伦比亚的博物馆 即使已经获得名声和大笔财富 波特罗依旧谦虚 持续学习也不另传承 这并没有改变 这并没有成功 这并没有成功 这并没有成功